大家好,今天是1月26日 回到明報布常賣身擊的時間 港股叫做發上發落 下一步會是怎樣呢? 去到什麼位置有支持呢?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先看到恆生指數 我們看到這幅圖表 你看到上個星期都回落 上個星期四最高做到30135之後 星期五不承接 是因為平倉盤 或者其他原因 轉倉的關係 你看到他收回在2947 這個是上個星期五 但是今個星期一 就是昨天 你看到他開高之後 再進一步上去 上到30191 但是這個勢承接不到回落 主要原因就是 我認為是去到月底 有些叫做平倉盤的帶動 再加上期指轉倉 就會令到市場發上發落 現在暫時來說 叫做偏遠的 下面的支持位就是10天線 大概29280左右 在現貨價上 再深一點下去 多數都會是 會有機會在這個列口 就會是支持 大概是介乎在28,864 到29,100點 這300點就會是支持位 所以變成了 現在就不用心急的 看看他會不會回落 介乎這些水平 你可以嘗試買入 那麼 指示放在哪裡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看的 其實在過去 由3月份開始 他都是走著一個 叫做比較工整的 上升通道 這個上升通道的頂 怎樣形成呢 就是由去年3月份 跳跌下來的頂部 以及在去年7月的時候 兩個頂拉過來 是一個比較工整的 上升通道 暫時來說 我會預計一下 除非市場出現一個 叫做崩盤 或者叫做 高 跌下來 理論上 在現在這個上升通道的 頂部 即是我們現在 原本由阻力 就變成我們的支持 在這個位置 就會形成支持 所以最理想 落到10天線 10天線 左右 在這些地方 建立一個好倉 假設他回回去 我們就可以 看到 這個升勢 就會斷纜 我們就應該 避開他 就要做止蝕 因為如果回到 通道下面 他可以落 深一點 大概28,500 或者更加低 所以變成 現在 你要繼續向上 或者你手持 看好個市場的話 來到這些位置 你還可以看好 但唯一條件 你就不應該回回 補完距離後 不應該回到 通道裡面 暫時 就是這樣 現在短線 是在做轉倉 市場 我相信 應該要等 二月份 看看二月份 能否守得住 在這些位置 然後再慢慢 做上去 就是這樣 好嗎 現在就是轉倉期 大家就 不要太大注 市場都是 發上發落 就是這樣 OK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有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